政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 则是因为自称被国安单位用电磁波攻击 抢进媒体版面 4号终于是提出证据说 攻击他的电磁波是从1875万 这个频率所发射出来的 口口声声说被国安单位以电磁波攻击 自称专家的林瑞雄总算松口给证据 在我们视频都已经确定频率波长 频率就1875万多波打出来的 频率1875万 门外汉还真是有听没有懂 林瑞雄话说一半 也懂电磁波防护的业者说 证据也只给一半 正确的讲法是应该是1875个百万赫尺 跟强度目前来讲 要必须用仪器来测量的强度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界定的 1875个MHz的话 这个是属于 大概是属于我们平常在用的 手机通讯的频段 只给了个电磁波发射的波段 林瑞雄的证据实在无从判断 它到底受到强度多高的电磁波攻击 这个仪器本来可以测出来 是从800MHz到2500MHz 这些所有电磁波的一个频率里面 可以测出电磁波的强度 我们这个距离在 距离才是到1500公尺左右 这个距离里面测出来 大概电磁波的强度 大概到1000微华每平方公尺左右 以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触到 会以1875MHz 这个频率发射电磁波的手机 和记忆地台为例 电磁波强度最高瞬间 大约每平方公尺 1000到2000微瓦 议者说这个数据顶多让你失眠 除非真是有心人士 以特殊设备对付林瑞雄 否则要把这个强度范围 定义为攻击 恐怕还有上却空间 中心理工杰王正台北报道 警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